大型飼料車在路口前突然偏移 越過雙黃線逆向行駛 當時有兩台機車經過 趕緊閃避 接著飼料車朝民宅衝去 撞上停在騎樓休旅車後 又撞上柱子 当时有一名騎士目睹整个经过 停在路上不敢往前直接掉头 消防队货报道场 赶紧将受困在车内的驾驶救出来 再看一次飼料车冲上前的画面 当时两台机车从飼料车前经过 如果飼料车再快一点 可能就会直接朝两人撞上去 不过还好没有其他路人受伤 不过民宅的主人很无奈 因为门口的柱子不但被撞烂 被撞回车 也是他这个月初才刚买的 车两百多万 车到旁边都撞过 车了啦 车了啦 车发生在彰化分源张南路附近 二十号下午一点 四六号车行驶到一半突然偏移 除了厘清是不是酒驾 由于当时车辆偏移后 是支持的往前没有减速的迹象 是不是开到一半睡着 警方也要详细调查 欢迎我们梁小玉 谢中益讲话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